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,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东兴楼最著名的菜肴,甘炸丸子,北京是各地美食的聚集地,不过您要是想品尝非常正宗的精菜,还得去老字号的八大楼,这建于1902年的东兴楼,据说是八大楼之首,它以卤菜为基础。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道甘炸丸子,就是那里时刻必点的著名菜肴之一,虽然做法和材料都不是很难,但是能让时刻们捉捉必点,念念不忘,可能还是有它的道理。 这是炸丸子要用的番薯粉,它能让丸子非常的酥脆。丸子里是不能有葱姜末的,这样一炸就糊了,所以我们要用的是葱姜水。 把等重量的番薯粉和葱姜水混合好之后呢,备用。 我们今天用了500克的猪肉馅,这猪肉馅的配比最好是4分肥6分瘦,如果光是瘦的,炸出来会感到有点柴。 加点香油进去,让它更滋润。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让丸子红亮的秘密,就是这个甜面酱。 不用多,2-3克就好。成品的丸子会因为这一点酱的加入而增色不少。 把其他的材料也都按比例放好之后,就开始调馅。 不用担心这个姜水的比例有点高,调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粘稠的状态。 调干渣丸子这个肉馅需要点耐心,像我这样从上到下的翻,绝不能摔,一摔呢就会起筋。 如果起筋了会影响最后的酥脆口感。 调好肉馅之后,我们开始起锅烧油。 这个丸子要温油下锅。 如果很高的油温,外壳已经酥脆了,但里面还没有熟。 要像丸子均等大小,最好用挤的方法。 看从虎口处挤出一个,用另一手的大墓汁一挑就下来了。 再看一个,一滑挤出一个,用大墓汁一挑,很均匀,每一个都可以做到大小一致。 让丸子在温油中慢慢的散发着水气。 你会看到泡泡越来越多,越密集。 这是水分在逐渐蒸发,不要动它,可以轻轻地晃一晃锅。 当你看到油温在90-100度左右的时候,水泡是越来越密集。 这时候的蒸发速度在加快。 保持这个油温就可以了,不能再高。 大概又过了两分钟。 当丸子有点变色的时候,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。 你可以听到,此时的丸子已经很酥脆了。 都捞出来之后,我们开始复炸。 复炸的时候,温度要高一些,130度左右,并且速度很快。 转一圈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。 这时候,你可以准备两个小料盘。 一个是花椒盐的,一个是辣酱的。 把它们放在一起,可以增加丸子的风味和口感。 还记得第一次去东兴楼的时候,心想,这不过是一道普通的丸子。 但是,一口下去,那刚刚好的火候, 让各种刚刚好的佐料,在那个时刻呈现出来最好的状态。 真是满口酥香。 以至于出来这么久了,至今仍然是念念不忘。 快过年了。 如果您喜欢,可以给家人准备这么一道干渣丸子。 美味又经典。 谢谢您的观看。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 拜拜。